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佛谷诗列的第六条 志处 这里 知一切道 志处下 这个一切道 包括世界 出世界 种种道门 也就是讲修道 无论你修什么道 世处世间 俗有一些道门 这个志处是什么呢 你修行的结果 你的结果是什么 佛之道啊 那么在佛法里面大分 人天 身闻原觉菩萨 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你将来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就是你这个法门将来会到达什么个处所 如果我们认真 修五介事善 你的来生会得人天佛宝 如果你修的是上品 五介事善 你将来会认真 你将来会生 欲介天的果报 如果上品实善 如果上品实善里面 你还修禅定 还修慈悲习食 你的果报 在四餐天 佛清清楚楚 我们这个世间修行的人很多 修行的方法很多 佛没有一样 不知道 所以 究竟圆满的大道 是如来 古地上所争的 在这个佛法里面 称为 一称法 一佛臣 这个智初 就是如来 就进 古地 哪是一称法呢 古大德哥 我们讲的 华严是一称法 法华是一称法 比大臣还要殊胜 另外还有一个 一称法的 这是古来祖司 公认的 樊王金 古大德公认的 这三部经是一称法 那么这三部经 我们都曾经失恋过 现在我们大家在一起 共同学习 花言 我们要想在一生当中 其入如来 古地 境界 实在是太难了 不要说是如来 古地 虚头 小臣虚头 大臣 初性位的菩萨 都不容易 确确实实 不是我们这一生的能力 是靠自己的能力 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接受 如来的方便法门 这就是净土 待业往生 我们只有这条路可走 确实是待业往生 因为除这个法门之外 任何法门里头 没有待业的 都是宵夜 没有待业的 唯独净土 有待业 待业往生 这四个字 佛经里头没有 所以从前在美国 有一些人 反对待业往生 也辛其聊 一段时期 恒大的波浪 让念佛人 几乎失去信心 包括周宣德拉居斯 我有一年到旧金山 不是到旧金山 到洛杉矶 周宣德拉居斯 在机场迎接我 机场到市区 开车大概要一个小时 在车上他就问我 现在有人说 待业不能往生 待业往生这一局 有很多人就查大奖金 都查不到 他说呢 我们修净土搞这么多年 不要干了 他这怎么办 他与其表情都非常沮丧 悲哀 我看到老居士 老居士那个时候 八十多岁 他跟黎炳南老居士 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个时候 李老师往生没多久 他向我提出问题 我就告诉他 我笑着告诉他 我说那算了 不要到基罗世界去了 他听不懂我的话 他听到我这个话了 他都呆住了 看着我 看了半截 我说告诉他 我说如果没有待业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只有阿弥陀佛 顾家寡人一个 我们去干什么 没有必要吧 他还是听不懂 然后我再告诉他 我说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是等救菩萨 你知不知道 他知道 在电头 等救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 没有破 他算不算待业 哦 他这才明白了 等救菩萨 一瓶身相无名 待业呀 不待业是不待业 只有佛一个 佛不待业 等救菩萨 不待业 然后我问他 我说经上虽然没有说 待业往生 但是经上有没有说 四徒三倍九平 他这个有 如果不待业 哪来的什么三倍九平啊 哪来的四徒啊 四徒三倍九平 待业多少 待的少的 平位高 待的多的 平位下 这不是很 清清楚楚 明明白文 难道一定要福 说出待业往生 你才懂得 这个才慌呢 他才笑起来了 我说 老师念佛 绝对没错 十报状悬图 还是待业往生 要懂这个道理 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 殊胜在哪里 殊胜在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本愿加持 众生 这个了不得 我们是依靠阿弥陀佛的 本愿 为神 加持 代业往生 这个 至初 是无比的殊胜 一生成就 所以极乐世界 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 没有一个不赞叹 世尊做代表 一切祝福的代表 赞叹阿弥陀佛 光众极尊 佛众之王 人要明礼 学佛那么多年 读经那么多 如果你 这些情理 你都明白了 通情达理了 什么样 这个邪知邪精 一遇到 自然就破掉了 自然就化解了 怎么会受他诱惑 怎么会相信他的 你会受这些 话的影响 动摇 丧失信心 等于说 你对佛法 入得不够啊 天天读经 天天念佛 理论上 没有基础 轻易受人动摇 像今天在大陆上 传说的 这个 反对 汇集本 能被他动摇 太浮浅了 太浮浅了 汇集本 不失 夏令就开始 谁开始呢 释迦牟尼佛开始 佛说 他老人家 一生 没讲过经 谁要受他讲经 要报福 他讲了四十九年 讲了这么多 讲的是什么呢 是过去一切古佛所说的 他是汇集的 汇集过去一切古佛所说 他自己没有说一句话 所以汇集的 起源 是从释迦牟尼佛 汇集本 不能用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 都不能用 中国念书人 尊从孔子 孔老夫子的 传下的人 也是汇集的 孔老夫子说 他们有 他们有创作 这个诸位在经典上都看到 他老人家 竖而不作 竖是什么 传说古神显显的 自己没有发明 自己没有创作 所以孔老夫子东西 也是汇集的 世出世间 两大圣人 都是汇集古神显显的 凡是说这些话 信心动摇的 根本就不懂 世尊在入灭之前 教导我们的自义法 这个他不懂 如果真正明了 思义法 对于这些知尽 这些说法 绝对不会动摇 下面一条 续命 续命之力 至一世 乃至百千万事 信明苦乐 受要的 这个续命之力 偏重在 知道一切众生 过去生中的果报 你是在哪一道受生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受生的时候 我们俗话讲投胎 不知道在哪一道 你那一生是受的苦 还是受的弱 你的寿命长短 佛全知道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我们人有姓名 出生也有姓名 他也有他的言语 我们听不懂 他们彼此也互相打招呼 互相称呼 你要在树上叫的时候 有懂得他们的语言 他们在聊天 他们在谈事情 这个佛法里头有记载 高僧传里面记载的 安氏高大师 他懂得你要受的言语 急着鸟在树上叫 安氏高听了之后 告诉人 他们在说 有一些人 有几个人 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 这快要到了 那鸟在那里聊天 闲聊 过来没多久 果然有些人过来了 鸟在那里聊天 一切动物 都由他们自己的言语 佛指导 这种叫虚命痛 第九个 天言之理 见众生 生死死死 善道悟道等 这是天言 他能够 突破 用现在的话来说 时间空间 不同为次 他能突破 所以 设法界 一阵庄严 佛言经里都全没有障碍 知道一切众生 死了以后 到哪里去投胎 他是到善道 还是到我道 佛清清楚楚 一切众生 死身相续 不间断的 所以佛在经上 常讲六道众生 生死疲劳 没有休息 这个兽 身体死了 灵魂又就投胎去了 投什么样的胎 谁主宰呢 没有人主宰 业力主宰 所以要懂这个道理 不是上帝在主宰 也不是耶路王在主宰 是你自己的业力在主宰你 你造的善业 自自然然到善道去 你造的卧业 也自然到卧道去 为什么呢 看到造卧 你就欢喜 就去了 这就是《易经》里面所说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喜欢做什么的 他总有那些朋友 常常在一块聚会 在这个世间 喜欢打麻将的 他有一群打麻将的朋友 喜欢打高尔夫球的 他有那一批朋友 他一类一类 他自自然然到那里去 像我们绝对不会到 那个马俊 那个场所 那个高尔夫球场 我们绝对不会去的 为什么 没有兴趣 那当然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们对这个外行 一窍不通 那哪个地方有奖金 我们一定会去 这就叫人以群分 死后也是如此 你会到哪些场所去呢 你喜欢去的地方 他会到那里去 佛看得清楚了 天眼 最后一个 漏进这里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烦恼为什么称漏呢 把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功德了 都漏掉了 取这个比喻 由漏进之力 自知 无神已尽 不受我后有 由此可知 漏进之力 是对自己 不是对别人 知道自己 烦恼吸气 断了 知道自己 不再轮回六道了 知道自己 不再堕落舍法街了 这叫漏进之力 发生菩萨有 不圆满 发生菩萨确实 绝不堕落在 六道十法街里 但是 在夜灯法街里头 还有进退 那我们的大经里面看到 到什么样的谷位 才不退呢 八地菩萨 八地叫不动地 由此可知 七地菩萨 还会退转 但是 在夜灯法街 退转有个底线 就是 出注 绝对 不会退到 出注以下 也就是 绝对不会再退到 舍法街 退到六道 不会的 他有个底线 那么为什么 这些菩萨还有进退呢 就是他 精进 你懈怠 他要精进 他就往上升 他懈怠呢 他就往下堵落 原因在此地 八地以上 真地不退转 那么 如来 古地 他晓得 他 他绝对不会退转到 等觉 他那个不受后友 等觉菩萨 不会退转到等觉 所以 他在舍法界 广度动身 随缘 硬化 硬于什么得 身得度 他就实现 什么身 硬于什么方法 得度 他就用什么方法 他的信身 他的说法 都是 善巧方便 都是 为了 利业 众生 帮助众生 破密开悟 帮助众生 利苦 的路 那么 这诗 如来 古地上 这种 究竟 圆满 智慧的 能力 等着菩萨 都不能够 跟他相比 我们 今天 介绍到此地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